我會哭欸 如果要扎這個的話 真的嗎 我以前那個時候 在偶練的時候 我生病 常去扎 扎一隻褲子 陳麗農新節目 殘骸症 想問話也猜要削皮嗎 好危險喔 陳麗農和隊友 Justin 王子儀 游仗靜 參加石禁秀完美的餐廳 說是餐飲業 確定先 等一下抽血 OK嗎 OK 我不怕抽血 但我怕 扎 扎針 就是指頭的那個 一點點的那個 特別痛 手其實蠻痛的 因為失智連心嘛 我會哭欸 如果要扎這個的話 真的嗎 我以前那個時候 在偶練的時候 我生病 常去扎 扎一隻褲子 然後我會邊哭邊笑 其實我也是不太怕打針啦 只是我看到血就是 血如果看到比較多的話 就比較害怕而已這樣 然後我可以 OK 等到正式進廚房 這群男孩子的做菜實力 我們現在要煎一下我們的 飯 我們就輪到蛋包飯 最最重要的時候 就是 我們要給這個蛋翻面 三 二 一 第一次自己做菜 其實蠻緊張的 對 喂 喂 媽 來問你咖哩飯的這個部分喔 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我剛剛聽說了一件事情 你聽說花椰菜要削皮是不是 削皮 對啊 因為我們要削皮 因為它的梗那邊會比較粗啊 所以要把梗比較粗的部分 先敲掉去 所以其實應該這麼說 它是可以吃的 可是 就是 比較硬 磨刀棒 幫你們用一下 在你們開餐廳的同時 刀 你比如說用了一個星期 它肯定會燉 這種刀 磨起來就是像這樣的磨刀 你不用怕 這裡是會敲到這裡 不會 不會傷到你手 等一下你這樣就可以 沒事 就像這樣 就可以 你們可以慢慢地練 師父這樣子沒事了 我們這樣子 沒事沒事沒事 我就會掉地上了